甜甜的妈咪 把你一脸 一脸 傻瓜傻瓜 傻里哇 傻里哇 各位卡友好 又带大伙看一台雅家的机器 ZX95 MKR 客户说让我 帮看一看这台机器咋样 啥级别 雅家的95和9100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平台 内部都是一模一样 9100写的是AD 95写的是AKAI 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可能是啊 我觉得可能是出售地区不同而已 9100还分EX和EV EV比较好 95的话就是MKR比较好 有什么区别 就是磁头 磁头它 录音头和放音头它是分离的 录音头方位角可独立调节 这个独立调节啊 就比普通的那些三磁头机要强一些 因为咱们平时校准磁头相位的话 只能校准放音头的相位 录音头的是没法校准的 但是9100EV和雅佳的95MKR都是可以独立校准录音头的 这台机器倒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调标校准一下就行 客户说这根电源线不好看 你就直接换电源线也换掉 机器的电源线已经换好了 客户说让我看看这台机器的品质如何 看看高频马上就知道了 播放一下我的袋子 输出电瓶肯定不对 这都爆成这样了 快进和倒退 说是声音有点大 这很正常啊这个声音 这就标准声音嘛 再来试试它的校准功能 Level 还凑合能动 偏词 偏词是肯定有问题 不用说 往左拧 这个条应该是往右走 会增大 这现在直接就是反的 肯定是有人把里面给拧乱了 调乱了 用它来录一下高频 看看到底是啥结果 监听 送入10K的高频 左右平衡的高频 然后开始录音 看看回放是什么样 左声道小 右声道大 现在来拧偏词旋扭 好家伙 几乎不动 右声道还有那么一点反应 两种可能 要么是电路有问题 要么是磁头严重磨损 前脸打开了 看看压带轮 磨成镜子了 压带轮已经成硬的了 磁头试一试高频 不放一下高频就知道 高频小了大概七八个分贝 先调一调试试吧 看现在的压带轮 这才叫健康了 换了个铜轮 输出的电瓶已经校转好了 但是这个表头差的太多 表头肯定是被人给拧乱了 这下好了 表头已经校转了 看看 没问题 现在是标准电瓶 这个录音头的方位角也差得太多 看看 我现在调整录音头 对 这样才标准 高频马上大了几个分贝 机器的偏磁录音系统被拧的乱七八糟 现在已经校转好了 看一看 高频 低频 左右平衡 而且高频够足 看这个指针 低高低高 几乎不会动的 这个状态才是标准的状态 再看看它的校转系统 看 多好 高低现在都可调了 往右拧 减小 往左拧 增大 之前被人调的压根就是个反的 看 电瓶现在也是 没问题了 机器已经全部校转完了 这台雅加状态还行 偏磁都可以到位 但是雅加的91还有95 它没有那个RECEQ调节功能 所以它对一二类带支持还算可以 对四类带的支持 马马虎虎 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开始装机 转完了录音测试 GX95已经校转完了 接下来录音测试一下 先偏磁较准 好 没问题 而且这个范围够用 好 观音偏磁 开始录音 切换监听 是谁 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 远远的明月 明月 是那那阵阵的山圈 是那阵阵的山圈 是那阵阵的山圈 山圈 我想能带着露珠的花瓣 花瓣 甜甜的玛丽 把你一脸一脸 哦 社外 哦 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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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2 4